當中女士家庭的聲音 為何的方向無限的經濟壓力 獨立現場在土基之學校的學習 希望在關鍵入道之中 在做事存錢貴散無限的散犯 照家夫基金為一個統計 推翻女士家庭 在土基之學校的比例 在普通構中的三百年度 還準備留上的女士學生 在土私立學校 為何的方向有三學生學生的負擔 家夫基金為出希望照顧目光 大家請下輪流記住台書 現實是什麼 17歲的阿雲副家庭醫師阿媽 做執念負宿傳遞的錢 入休台市的時候 未到旁邊阿媽的負擔 以後突出就要去教育長打工 上下的每日中二三兩月四日做 以後世最上限拜的祖醫生 也會同時全面管閉學 希望聽說的也很加同意 課業這方面可能比較顧不大 然後就比較著重工作 之前我也想當醫生 然後是因為後面學校有來招募 然後聽到這個科系 然後感覺可以去嘗試一下 反正醫生跟這科系還是有點相關 鐵鐵板有歸道窗阿雲雍的 醫師家庭的學生 因為目前前緣無助 突然會面對醫生困難 家父既然非美希望大忙無錢 為天使和家父的醫師機制學生 我們希望能夠募集到三千萬 我們希望這麼努力的孩子 將來能夠靠有家父的幫忙 能夠有機會翻轉他們的人生 既然學生的家庭有負擔 保費萬個負擔保靠增 只有韓國比所有壓力的錢 但後期投運增加九千零元 對醫師家庭的學生有家的負擔 家父既然非希望沒有得到三千萬元 累同八千人的學生的天使 為年突出不是負擔到暗蟲 下個新聞 范國瑜 林瑩洋 特別報道